今天就是想說一個感覺 就是沒有來錯英國 果然沒有來錯英國 後悔了很多天 終於覺得英國有一次是值得來的 其實星期三那天是反新移民、回教徒等人 預定在各個城市又搞事 那天之前警方收到消息 都已經出動了 然後各個社區 因為商店要做生意 他們都封了版 預計會出事的商店 他們都封了版 結果就封回路轉 事情就不是這樣 事情出來就是 反對新移民的人 有一定的數量 全英國有十分一左右 支持新移民的人有十分九 數以千計的人上街 就是支持新移民 反對法西斯 就是反對這群人 反對新移民 即是說 你們這樣的做法 又燒車又燒酒店 這個行為不對 那些英國人看不過眼 就覺得你不是代表我的 你這樣燒法不代表我的 我們要站出來 就開始舉牌 反法西斯 就歡迎 一些新移民 去表達一種愛意 有些新移民 自己都上了屆 就表達一種 對這種 反法西斯 種族主義的不滿 現在 基本上 英國進入了一個 很迷你的 有兩個不同的立場 但你看到 不能打的了 反新移民 這裡有一定的數量 但是支持的人 想繼續和平地 共存生活的人 仍然是很多很多的 因為你始終反新移民 反新移民 又是 搞到一些商譜 好像做不到生意 因為不知道 你那些人 是混了什麼人 在裡面 因為你說反新移民 但是 你做出來的樣子 是不好看的 就說白人至上 變了 路上只有白人才可以通過 這個是離譜的 你說反新移民 其實我對這個觀點 其實是 沒什麼異議 因為太多了 70萬 OK 但是你現在玩 種族主義 即是我們進入了 那些 然後你又說 沒有啊 我整你們 整夠你們 這個就過了火 很明顯 就是他們那些團隊 就過了火 這個不是 所以 我在節目 有些網友問我 怎樣看 我就是 他怎樣拿捏那個位 你反新移民 是沒問題的 其實也有幾大 一個比例的人支持 早前有一個叫做 UK Reform 即是一個 就是一個黨 來的 執政黨 其中一個黨 排第三 那 都叫做 有些票 即是 保守黨 之後 所以 都很恐怖 即是 想清零 將新移民 是 但是 要分辨 我們進來 其實已經開始 有貢獻 有課金 有付錢 那 你又反了我們 我們 那條路是你走 是不是 你們八人走 八人走 有個問題 就是 平時我們 已經做的事情 你們做 是不是 有些人不做 或者 已經是 即是 有些英國人 開始不做 即是很懶 都會有一批 不做 那我們頂了 那你又不做 社會就會癱瘓 即是 他不能夠 一言堂 反了新移民 我理解他 反心移民 那種心態 因為 真的 會搶了幾件事 搶飯碗 搶屋住 搶 小朋友 學位 等等 什麼都搶 真的 你真我奪 惡性競爭 不是好事 看到的 因為英國那些事情 都不夠 但是 英國的如意扇盆 是怎麼來的呢 他應該就是 他想引入大量的新移民 有大量的人口 大量的人口 我便有大量的需求 大量的需求 我便可以多建一些東西 是吧 譬如 我現在 你們很需要住屋 那我建多一些屋 建多一些樓 你很喜歡讀書 我建多一些學校 是吧 令到更多的職位 想不想 怎知又沒有那麼多錢 其在就是這 人多 想著錢也多 又不是那麼多錢 你說真正有錢的那些移民 只有我們香港人那些移民 你說十幾萬人 好像香港人那麼有錢 新移民有多少呢 都是佔了一成至兩成左右 其他五成都不是那麼有錢的 是吧 甚至英國照顧 所以 所以 那個魚魚線盆打不響 如果你說七十萬 全部都是香港人 很有錢的 搭水投資 其實經濟是不錯的 我相信 每個人都在買樓 給錢的 課金買樓 又能捱得呢 打這些苦工又能捱得呢 是吧 哭著的 都是這樣做 因為在香港做慣奴隸 過禮 雖然不太想做基層 但是 都能捱到的 為子女 那些事情 全部都捱到的 所以 香港新移民仍然是高質的 他很想要 披折的人 你看到 還有很有用的 其實BNO新移民 我今早想到 還有一個很大的功用 就是克制中國 大家都知道 中國的勢力多麼厲害 他們的網絡 天網 是多麼厲害 遠至英國 也有他們的 五毛 那些人 你知道 英國日理萬機 沒有空處理五毛 那有什麼方法可以處理五毛呢 我今早想到 你找一隻 黑制他的動物 譬如有些老鼠 在一間屋裡 那你怎樣 捉一隻貓 就行 BNO新移民 就是一隻貓 可以告訴大家 這部棋 很神奇 如果我放了 BNO新移民 進來 有什麼好處 第一 我知道中國間諜很能勁 這樣就分薄了他們的資源 本身中國的間諜 或者小粉紅 那些人 他們有任務在身 可能滲透 滲透 滲透 依然會繼續 但是 如果你有BNO新移民 可以分散他們的注意力 他們就要撥多些資源 或者動用很多人力物力去搞BNO新移民 搞搞那些人 又搞這個又搞這個 就是這樣 去打擊這個 追蹤這個 跟蹤這個 所以 早前的原從標 就是這樣 他們的資源分薄了 那就出事了 開始出事了 英國很聰明 就是 捉隻貓進來捉老鼠 就是這樣的 有這樣的功用 有兩個功用 第一就是救香港人 第二就是用來克制中國 現在很明顯 第三 還有第三用途 就是錢 錢 所以 當然 我覺得他對香港新移民來說 我覺得他仍然是表示歡迎 當然 這是政府的立場 不代表他人民的立場 人民 你看到有十分一 就是不喜歡 十分九 其實他們都沒有所謂 他們 所以說 我住在這條街 這樣 都沒有事 有沒有鄰居拍門 說 你新移民 你明天好走 又沒有 真的沒有 遇上的生活 尤其是我們的附近 通常他們都分得很開的 他們的世界 附近是不會搞事的 因為附近是住人的 他們搞事的地方 通常是市中心 商業區 或者是 他們有目標的 例如 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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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他們第一個層級會搞這些人 第二個層級會升級 真的會搞到我們這些新移民 所以 我前陣子會有些擔憂 究竟英國人他們怎樣看 政治立場怎樣看 會不會升溫呢 但是似乎現在改變了 他們開始站起來 保衛自己的社區 知道那些人開始亂洩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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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駛�� 看到那班人可能搬笔二萬 致下外公子 大家不會怒濕你,但只是秒線 但是現在你會怕 那班人發生甚麼事? 白人至上 不准我走進商場,那怎麼辦? 不准我買東西,那怎麼辦? 這反而影響到英國人的經濟 本土人就開始覺得不可以,你玩什麼 不要囂張 英國人很有趣,你反什麼都可以,和平地進行 反皇室也有人反皇室 你中間不要搞事,一點事都不要搞 他可以讓你和平地走 皇室好像一般,好像都是足 反什麼都可以,早前巴勒斯坦 以色列,你支持哪邊都可以 兩邊都可以,他又沒所謂 有些人支持巴勒斯坦,上街也會有 和平就可以了,你中間不要做任何事 不要搞店鋪,尤其是你搞了店鋪便足夠了 因為你是商業命脈 因為我們英國是一些服務型的城市 每次都是靠這些,你消費,我服務你,我服務你 教育,旅遊,只有三大慘烈,然後就沒有了 你弄傷就出事了,英國人很敏感 他一定會出手去抓人 至今都已經抓了很多人,幾百人 我相信有些人真的不喜歡新移民 又不是說那個人不正常 新聞當然說他們是一些 幕、報紙 我自己有另類的看法 可能有一些是 但有些都不是的,看清楚都很理智 甚至是 他們可能有理念去反這些新移民 不過我覺得還是那句,你不要做到過課 你反反,但是也有一個法律的基礎 不是說你反,然後就開始玩白人至上,瘋路 這是誇張的 甚至是笑人酒店 坦白說,我對難民這方面是這樣看的 其實英國是有點似贖罪卷 因為很多火頭 世界有那麼多難民 那麼多戰爭 其實英國也有份搞出來 譬如當年 他 以色列那件事 其實他是強行 塞以色列人進入中東的地方 就說幫他們復國 現在就搞出這個紛爭 如果那裏有難民要過來 其實你也是無可口罪的 很多事都是 接著整個歐洲 例如烏克蘭那邊 其實都是跟他們有關的 俄仔 俄仔和英國以前 其實都是沒有的 都是來自一個旺室家庭 他們都是 很久以前都是來自一個旺室 但是又是死對頭 難道你能讓他們 蠶食整個歐洲 歐洲雖然英國已經不是大佬 但是大佬也要做一個榜樣 也要幫助烏克蘭人 也要收留他們 實際上各地有很多 例如戰爭和紛爭 英國是有份造成的 而且他們有時都會賣武器 給其他國家 這些是否贖罪卷 某程度我覺得也是 所以英國人 所以英國人 他們也要有空襟 去收留這些難民 始終英國的制度 是比較完善 比較好的 現在你看到 那些警民衝突 其實都很普通 看完你都覺得笑 為什麼 有些新聞 有些擔憂 擔憂他們惡化而已 但這一刻當然不害怕 因為他們真的好像小朋友玩泥沙 因為英國人都見慣了 那些 吵架打架的情況 當然他們有時候 狼起上來拿刀 那些也未見過 不過真的會有 你看到還沒拿 還沒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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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那些 你推我撞 那些 小朋友一起打架 那些 拳頭膠 你看到下街 那些都是 所以 那時候 一看到這些畫面 就不是很害怕 不過他就 比較多地方發生 純粹是 我覺得是像我們 19年最開頭的時刻 不是玩得很大 只是撞著撞著 當然 我們19年的經驗 就是撞著撞著 就開始 吹雷彈 橡膠子彈 我不知道會不會出 但是英國政府 沒有開過任何槍 因為他們沒有槍 應該是有一批 警察有槍 但現在出來的那批是沒有的 因為就是怕 你一開槍就糟糕了 你一開槍就糟糕了 所以 就不叫警察 用最基本的方式 去對付示威者 就算了 尊重那些搞事 所以 那些畫面很有趣 你看到是一起走 即是那些 暴徒 新聞說 跟警察一起走 總之 他踩街 警察就出手 就是這樣 很明顯 一個這樣的態度 所以這些 暫時說 英國都能處理到 想不到 這個Kia Stammer 可能 這次被他過到骨 過了這關 全靠都是英國人 可能他們自己自發 上街 去做出風潮 我覺得 有些事情 沒有那麼巧合 我覺得是整出來的 首先 第一件事 兩股勢力都是整出來的 但整出來之中 也有真實成份 就是有人帶頭 首先 反新移民 那些人 是有人帶頭去做的 有人帶頭去做的 然後 看看有多少人支持 原來也有7% 10% 的人支持 上街都開始 搞事了 但因為他裡面有很多 呼合之重 好了 Kia Stammer 現在的 施己燃 就 嚴厲出發 我想他背後 他英國佬背後 做了一件事 就是 你反新移民 那我支持新移民 行不行 叫那些人 先帶頭去 然後看看有多少人贊成 誰知道 社區有很多人贊成新移民 因為你沒有新移民 你連經濟也不動 你試試看 就是靠本地人 那幾個 人口老化的老人家 去支撐經濟 也是很難的 突然之間 你有一些什麼 紅銅偉業 你這間企業 突然之間 我上年也是這樣 那間公司突然之間 可能要搬鬥 要大量人口 大量人手 那就請我們香港人 如果你又沒有人 那你經濟如何退 你又推不了 我們又拍胸口 你要人的 一起出動 你不要的 我們一起休息 一起上一起下 一起上一起下 所以是很有用的 其實新移民 所以我來到 作為一個新移民 當然整個情況 不太好受 回了兩份工作 然後有些工作 就被人困 所以整個感受都不太好 整個體驗都是很差的 我後悔就是這個位置 但當然 你看到他有人性光輝的一面 你又覺得 是沒有犯錯的 所以是一個 量子後悔的狀態 既後悔又不後悔 看到這些情況是開心的 原來英國人 也有些人是支持我們的 支持我們的 所以我才被大公司 在這裏做事 即使無處無難 縱使有波折 有波瀾 純粹一個感覺 希望英國 都順利到過這個階段 但是這個隱憂 我想不會這麼容易消失的 這次你平息了這7-10%的人 暫時的怨氣 他們會積累 下一波又會怎樣呢 會不會是20%呢 下一期 可能3-4年後 20%的人反新移民 簡單來說 Kia Starmer 如果新移民政策 如果再做得差的話 或者他不再減新移民的話 下一屆他不是7% 這次被他收到科 下一次又不知怎樣 其實很簡單 因為經濟搞得不好 經濟搞得好 人人有事做 他沒有了 沒有傳出的了 那些半地人 資源分配得好些 大量整 很多事情都大量整 大量做 我覺得工種也不要歧視新移民 盡量多些請新移民去做事 反正也沒有人做的 可以給新移民做 那就加快整個經濟的步伐 也要引入更多的企業 例如英國去開公司 資源處女 這就是商業的事 這個PM做不做到呢 坦白說我就沒有太多信心 知道英國的事 始終都是 他今時不同往日 脫勾之後真的快快 大概是這樣 所以沒有犯錯 有後悔的時候 但也沒有犯錯 說了這麼多對手提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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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